健康之权 人体由70%由水分所组成 若饮用到不良的水质将累积毒素 对饮用者健康造成威胁 水对人们如此重要 顺选好水便成为拥有健康身体的关键要素 自1932年起 世界卫生组织便陆续发现 苏联高加索地区 与日本山里县山区的人们 普遍长寿且健康 进一步研究发现 其健康长寿的最主要秘诀 在于其饮用水的传净 富含矿物质 呈微减性 酸子团小且易于吸收 并且呈现负电位 经过日本学者专家多年持续研究验证 终于确认 经由电解产生的碱性离子水 具有上述健康之水的所有特征 可输使人体保健 提供活力全员的健康之水首选 细说电解水 电解水与其他饮用水相较 具有三大特性 一 电解水可有效减少自由基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分子所组成 自由基是带基数正变的不稳定分子 会强夺周围正常分子的电子 以趋向稳定 而这个过程如果发生在人体细胞 则会迫害细胞组织 造成人体种种病变 亲近的医学研究并怀疑 自由基极可能是导致各种癌症的主要原因 水经过电解的过程 会在阴急产生大量的氢原子 氢原子可以释出电子 还原氧化作用 消除体内及血液的自由基 可积极性预防自由基过多 所造成的慢性病变 及人体老化 甚至癌症 减少人体致病的几率 二 电解水距还原电位 电解水之水质距还原负电位 可平衡酸化中的正电效应 达到电位安定效果 进而得到最理想的抗氧化效果 日本光纲之族教授更研究证实 人体肠道环境趋向负电位 负电位环境有利肠道义菌的活动 日本厚生省更早已确认 碱性电解水可以有效减少肠道的不正常发酵 具有医疗效果 三 电解水可中和酸碱 现代人因为饮食摄取习惯 尝试下过多的酸性食物 实险一层酸化反应 根据一项针对600名癌症患者的研究 发现有510名血液呈现酸性 目前酸性体质已被公认是万病之源 喝下碱性电解水 引进碱基的OH离子 能平衡酸性体质 让身体保持在健康的弱碱性 将病变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 此外 电解水中富含活化的钙离子 钙离子具有下列功效 钙离子属碱性 亦可中和人体内的酸毒 钙离子具促进肠胃蠕动正常的功能 并能促进肠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钙离子具有分解胆固醇的作用 可避免人体胆固醇的累积 所造成的血压上升 钙质可以促进心脏的正常跳动 也能促进铁质的吸收 钙质具有神经松弛作用 钙对于人体如此重要 钙的摄取却不容易 一般所谓的补充钙剂 多为乳酸钙 硫酸钙或碳酸钙的结合型钙 身体难以吸收利用 电解过程中形成的离子活性钙 容易被肠道吸收 使身体补充钙质的优量来源 碱性还原水对人体有许多好处 酸性氧化水则可以用作杀菌 消毒 美容收敛用水 而且完全没有化学物质残留的疑虑 电解水的优点不升为局 举凡保健 美容 烹饪 清洗 原液 蓄木 皆为其应用范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